好像這麼順 其實我常常要複製啊 不知道有沒有在手機上複製過 其實還蠻麻煩的 它要油不要放在那裡 就是手指頭點住不要放 大概三秒鐘 然後它會有兩個箭頭 然後再向右拉 每個複製再複製 不過還好啦 久了之後其實還蠻習慣的 因為我常常在外面要出一些事情 你沒有電腦 而且要開個電腦 其實我會隨身帶電腦 不過越帶越小台 因為現在你揹著電腦麻煩 所以最後怎麼樣 乾脆用平板就馬上可以解決了 因為有一些事情是要馬上去解決的 所以這地方 如果你是用滑鼠的話 選一下 按右鍵 也可以複製 或者是如果你按右鍵沒有複製的話 記得什麼 按Ctrl C也可以 Ctrl C複製一下也可以 那再不然的話 上面還有什麼 選取開啟工具 用Google文件去開 因為現在的模式有沒有 你按開啟之後 它其實是把你當成一個類似一個圖 它還沒有幫你整個開起來 所以如果我說呢 你希望開啟的話 你可以上面還可以選擇開啟工具 用雲端的Google文件幫你開 那這個Google文件 它有點像是雲端版的Word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它開起來 像我底下還有這幾個 你們應該沒有 如果你要裝的話 比如說我希望把這個雲端的東西 把它傳真給其他人 那因為我手邊沒有傳真機 可是你為了要找一台傳真機 可能你要到Seven去傳真 好像傳真還不便宜 傳真一次好像十塊錢的樣子 我印象中好像這樣 可是如果說你要省錢的話 這招還不錯 它有個叫Hallofax 它好像有免費的五次還是幾次 之後也會收費 不過費用其實比你去Seven來的便宜太多了 另外就是說也方便太多 你不用為了說 一定要傳真還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跑到Seven 或者你如果自己家裡有 自己公司有 當然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要全程都用雲端來做的話 這也是一個選項 甚至它也可以把它用PDF把它開一下 甚至轉換成PDF都不會有問題 那我這個地方選擇用Google文件開啟 開起來之後呢 你其實就可以把它當Word一樣來看待了 因為我也蠻習慣的 因為它這個其實基本上 這邊文字有沒有 一樣可以按右鍵 一樣有複製嗎 只是說還是要習慣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久了之後就覺得也還OK 好那這個第一個 或者第二個方法就是上面有箭頭 下載 直接怎麼樣把它download下來 download下來之後的話 再按開啟 就把它在Word裡面開啟 第一個這個範例 我想各位先把這個範例先取得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如何把這一個範本 變成一個雲端的一個 一個這個這個 我們雲端的一個問卷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